欢迎收看正传媒的新闻不清菜新闻不庆菜 我手边的这本书叫做海变 海变记录的是一位船员叫沈瑞璋先生 他在海上传奇 而且这个传奇 这个海上传奇之后还有一段被软禁囚禁的这个日子是长达1672天 这本书是由我们资深的媒体人老记者张慧月所撰写的 这是一份采访计时 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现身说法 首先是沈瑞璋先生 沈瑞璋你好 台湾的观众大家好 第一次上网路节目是吧 他等一下会跟我们 闪述这个精彩的故事 另外一位是我的老朋友张慧月 张姐你好 大家好 张姐你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海边这本书写的是什么 这本书我信任我要去写 不是人家叫我写 我就去写的一个人 因为 我是自己看到电视上 他就是台湾的 善心人士来救我 什么之类 后来他回来了 然后呢我就 打听到他的地址 欺读嘛 对不对 我就敲门离上去 他就接 他接受我 Actually事实上 是沈瑞璋这个人 吸引了我 从他这个人身上 看到 我没有看到任何仇恨的感觉 我觉得我现在周围 这个社会 这个岛 好像很多恨 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他就没有 他让我觉得说 他很吸引我 是因为他 他的改变 他这个人 让我觉得 我不是 我是在讲你 我觉得他 他很棒 他 吸引我让我觉得要写这本书 能够借着这本书散播一些不是恨的一个因子 为什么吸引你 也可以倒战回去 2013年 3月在我们台湾就开始广泛讨论的一桩事件 他跟我讲 他有一句话吸引了我 我跟他谈谈我现在我要先认识他是个什么人 值不值得我去写这个书 他说 他说我不恨海盗 不恨了 关他五年了 我从来没有恨他们 恨海盗 对不对 他不恨他们 他说 因为他们 索马尼亚人的生活 真的很苦 他苦过 他也知道人家很苦 他说 他们出来做海盗 是环境所逼 就这句话 让我 开始慢慢的 认识他 然后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事实上是我在学到一个 我们要散播一些 不恨的 因子 我简单介绍一下 如果要我讲这个书 我 几句话又讲完了 就是 本来沈瑞章他去跑船 然后 也听说有海盗 但是他没有遇到过 他有一天海盗上来了 当然是海上跌血 中间 经过一番打斗 然后他们被抓了 被抓了在索马利亚 被囚禁了1672天 然后比较 精彩也曲折的就是后面的营救过程 台湾这边有蔡振元 有其他人跳出来就说 这是我们援救我们有出钱 我们是三星人士 另外一边也有一些 终继救援者 那当然就说 中国大陆也有出手 这是一个相当 曲折而且需要折冲的一个过程 人要活着回来 救不救的回来 这个 如果退一步 及乎死索 还有他们在囚禁的1600多个日子里面 这个 非人的生活这怎么过 每天看 慢慢长夜 对不对 我什么时候可以 这个回归故里 而且我可以活着回去 那个真的可能看不到镜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人会来救我们 那有的时候人不够坚强的话 抗压性不够的话可能就这样子 意气消沉 就可能不想活了 简单来讲就是这一句 所以神仙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刚刚那个张姐一直讲说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很吸引他 而且你 即使经过海变之后你的人生观还是令他 敬佩 我们台湾很少有像你这样的一个豁达的人 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出生背景 我的出生背景是 是在 基隆和平岛 和平岛出生 我出生的时候是民国44年 那个年代是台湾 很穷的年代 你大我10岁 我们那个年代 我以前小时候也有去 基隆港那边 码头 基督教我 那教会 按灵 命粉 命粉拿回来 命粉带 拿起来 我母亲就给我做 内衣 内裤 那种年代 我们 那种年代我们家里是很穷 我家里 七个兄弟姐妹 我母亲跟 我父亲那个年代是 也没有什么 一工作 我是从小就是从 很苦的一年代 一生我过来 我在的时候 心中一体会说 小时候 很苦的事情 到我被海盗 抓的时候 因为 我晓得 我差不多 一六个月 我们台湾 不晓得 透过什么关系 我已经要被海盗 换回来 海盗就跟我讲 你三天之后 你就可以回来 我当初三天之后 我一直想很高兴 当时听到海盗讲说三天可以走 很高兴 我那些年轻船员也替我很高兴 高兴不到三十分钟之后 海盗就说 他回去之后 你们的 政府 都不帮忙所有的人 都杀 这个神仙这可能是我们 节目 进入高潮的阶段 您刚刚简单介绍你的生平 您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 你什么时候开始跑船 你为什么跑这一艘船 偏偏出事了 而且 直接进入这个海上跌血 那个是很惊魂的一刻 我17岁就 开始跑船 我17岁跑船的时候也经过 船坏掉 飘到 大陆那边 沈家门那一边去 我差不多17岁 我就 进去的时候 大陆 大陆当时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我就已经被他们 一抓去了 又被抓去了 我17岁的时候 就有被抓了 对对 我已经被抓去 三姐你要做过来一点 你已经调出我们的 然后他们那一边 红卫兵给我们 绑了 以前的时候 一股时候那种 木头 那时候 那个人的时候 我手这样 白纸那种 三脚帽这样子 捡一些 反动分子 游戒 我的人生就是 很曲折啊 很经常 我大陆那边 文化大革命就被抓 你太早进去了 17岁的时候 你进去干嘛 船坏掉 船坏掉 船飘到沈家门 然后飘去 他们把我们当成 反动分子 一问就是 问到最后说 我们是船坏掉 到最后他们说什么 台湾同胞 欣向祖国 就这样子 上海啊 北京啊 都玩了 玩一玩 回来之后送我们 加油啦 骨骑肉 什么以前的 女儿红啦 毛胎酒啦 送了很多啦 给我们 我们船要回来台湾在海上 船长就下令 所有的酒 喝完喝不完就 任到海里 任到海里 回来台湾的时候 还没有进 基隆港和平岛的时候 已经人很多了 冰房的也有啦 警备总部的也有 一上来就被他带到 新店那边去了 新店那边去 我毕竟是个 小外资啊 我不知道 我们那些传员就在 警备总部那边就打了 我也有啊 手指导啊 就被刑囚了 对 刑囚 他以为 你们又是反动思想 对 他以为说我们是 跑回去的时候 大陆那边 结果我回来 我们台湾把我们 当成什么 灰蝶 然后大陆那边把我们当反动 我们回来台湾被他当成 灰蝶 我这种人生就是爬船 还有我经过 火烧船 也没有被烧死 船沉下去两次 也没有死掉 所以说 我的人生的时候 经过这种死的话 我已经 好几次啊 我把死的时候 看成的时候 很淡 那为什么还要跑船呢 为了家具 对啊 家具啊 没有办法 也不是为了家具啊 因为当初的时候啊 你就是 坏孩子的人啊 感觉说跑船 很好玩 而且收入比较多 收入很多啊 收入很多就 而且你也不会什么别的嘛 也不会什么 然后就是没有办法 一生就是这样 钱也是一样 赚很多啦 但是也被我花了很多 啊就是我这一生 因为 我晓得啦 什么是死 什么是痛苦 我多的时候有的时候 经历过 到被海盗 抓的时候 我本来 六个月 是可以回来那一段 我真的心里 很增长 想要回来 又听海盗讲 你一走所有的 年轻人 都要杀 就是说海盗已经上来了 张姐我这边丢给你 因为写书 您是作者 就说他后来 出海 他们到了印度洋 那个地方 你觉得他这趟航程 是可以避免的吗 还是说 他们为了这个 稀如常的这个生计 必须出海去捕鱼 而且我看到你内文中 有一段就说 那个鱼场 我们很恐怖啊 所以张姐你认为他这趟是 必要之旅吗 不是人都是一个命运吗 他也不是故意计划 他生下来不是计划 我们走到哪里是哪里吗 他大家都跑去 他本来是要到 去接一个这个轮机长 对 叫他去 那个人不下来 那边有两个轮机长 那个他一倒霉 又跟着 关了五年才出来 但是 我们讲 对 我们是命运吗 他不是故意的 但我比较要讲的是 他的能够 他的能够成功这件事情 是 英国人的英国人两个colonel 一个英国上校 他们两个人 没关系 你们都把我的时序打乱了 我就像你的书 你不能把后段 不是我本来想说 我们先进入那个印度洋 那场的这个本来 前往印度洋的那场 你们是知道那个漁获很丰富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这个 顺序嘛 我们今天也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我们之后会讲到海上蝶血 按照时序推演 我们不能够告诉观众我们这个故事还没有说 我们就直接把那个 最后营救的那个部分讲出来 我没有要最后营救 你问我写这个人 我对 你说 比较重要的point 我一定要讲出来这个point 我干嘛要写他呀 因为这个 你说财政员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你有钱不能够救他的 你100万你要给谁 他很多酋长 对不对 所以要认识那边的酋长 所以我说开始说英国人 英国的技术 台湾的钱 OK 那么大陆的联系 大陆人的联系 你要去救他 你签证了 都很麻烦的 说玛利亚 他有国际关系 大陆人的国际关系 那么英国人呢 他也不认识他嘛 但他这个两个人是 英国驻肯雅的 五官 OK 他们是海军退休的 五官以后他就认识 隔壁周末的哪个 他哪个海盗都认识他 他信任他 那意思是跟他谈 可以 跟谁谈 英国人谈嘛 台湾的钱 大陆的国际关系 所以 湊成了 我说No man is an island 所以不然我干嘛要 写这本书 就是大家一起合作 这个世界上 你不是一个孤岛 你不是一个人干这件事情 所以他满心的感谢 感谢所有的人 不是说 我认为这是一个 大家合作 很棒的一件事 OK 好 我的第一个 所提是出海的日子 刚我们已经大概介绍完了 那这边请沈 沈瑞昌沈 你跟我们描述 倒续回去 那天海上跌血是怎么发生的 那一天海上跌血的时候 就是海盗 陷了 有没有 一个的时候 那种什么没有的时候 月亮的死菌 我们当初 我们已经被海盗 吞了三天了 他用母船 他不是用 两艘 小船来做 我到现在才想起 因为的时候 他那艘母船 已经 跟我们 三天了 我有去跟 船长讲 我说 船长 我们后面有 有人尾回了 锁定你们了 在那边 我也不晓得 他说 他是 锁定我们 我去跟船长讲 这边这边 鱼啊 那么多 人家也会来这边 但是我现在回想 就已经被人家 跟踪了三天 然后到那天晚上 就是 雨量都没有了 然后两艘小船就上来 放上来 然后 冲锋枪 两边的时候 冲锋枪啊 一直打 打到 那时候 我们所有的船员 多久 他们就 跑上 因为他们海道也是一样 没有胆量 我们当初他跑 他跑的时候 再追我们船上 酒瓶啊 铁气什么 一直扔 扔到最后面 你为什么没有武器 你用鱼叉打他们是吗 没有用 他拿 冲锋枪啊 那么远就 你没有办法啊 人的时候到最后 人都会害怕 冲锋枪一直打 他们上了几个人 他上来是一艘船是 一边这一艘好像是 5个 这边6个 他总共爬上来是 11个 那你们几个人 啊我们当初 29个 29个人 要不是因为他们有武器的话 你们如果有武器的话 对没有但是 洪高雄没有给你们配备 对不对 洪高雄是他们的船都 但那个 国籍是 别的人有 别的船有武器 他们船没有 没关系 张姐 你让他陈述讲完 讲完再讲完 如果有遗漏我会问 因为的时候 他爬上来是 11个 但是他母船 上面还有 很多人 11个人 被他爬上来之后 然后我们船眼都 躲起来 然后他就拿了 虫空枪啊 第一时间船长要反抗 那第一时间船长就被当死了 干掉 死掉 当船就被他死了 当船就中弹人 对没有错 那你会看起来吓死了 吓死了 然后就是把船员 一个一个人拿着虫空枪 在船上有看到人就 像天这样开枪 你就怕 每个人就被打 那你躲在哪里 我是躲在 一机舱里面 也是一样 那没有办法躲 躲被抓起来 我们被抓起来 一驾驶台的时候 在驾驶台 28个人 然后就是这样的 换回小小 一个人一个人 一直跌 跌上去 被抓了之后 又跑进他们索马利亚 林海里面 又跑了三天三夜 我们是在他们的时候 你们被连放起来 然后上了他们船吗 没有 上我们的船 上我们的船 然后我们的船开到 我们的船 就是他海盗都在 的时候 我们的船 然后 一命令我把船的时候 开进去 往那边看 是 对呀 林海里面 又开了三天三月 三天三月 然后呢 三天三月 就开到他们 那林海里面 他跑马下去 跑马下去 他们 后面的海盗都上来 五六十个人都上来了 船上所有的东西都搬 就是什么 内衣内裤什么好的东西 都给你搬走 是有什么 以后他不搬 他没有办法 他不搬 也没有 也来不及 他们海盗很厉害 一上来 挂机 航机 什么雷达都搬你的时候 很有经验 因为都没有办法 有时候 那联络了 上了岸以后呢 没有上岸 我们被绑是在 在他们 海边 林海里面 抛马 一年 好像是一年三个月 就一直在船上 对 然后他们就 他们就一直 谈判了 然后叫 本来是叫一个 大陆那个 轮机长 负责跟台湾的时候 那谈判 沈仙你在 一年三个月 这个日子怎么过了 船上 什么都没有啊 他们会 对待你们 像一般人 还是说 还是把你们当肉票了 人质了 那个非人的待遇 我们在船上 还是生活 还是很好 正常的 因为我们船上 里面还有什么 米 冷冻 菜什么都有 我们船上 遗产里面 还有什么 遗祸 你在海 他们林海 海水 可以洗澡 还是蛮好的 老板 也晓得 他里面的 鱼货 差不多吃了 差不多 八千多万台地 船还在 那一艘船 差不多也有 那两千多万 你们就是在他们眼中 发量的一些 资产 比如说你们 鱼货已经捕到鱼了 鱼货 你们船本身 如果你们 一个个点名 当肉票 你们可以换得 多少赎金 大家我们刚刚听到 沈瑞章 沈先生 他讲到 他被 人职 他们捕获之后 他们是在海上停留 一年三个月 这是一个慢慢长日 您接下去 帮我们建构一下 这整个故事 后续 一定是 他们希望能够 获救 那接下来的 谈判的这个过程 一开始是 有什么样的 一个契机 产生 我要 我要讲的是 他说在船上 比较 舒服吗 到海上就不舒服了 对不对 那么 在我写的 我的采访的整个的印象 最深的是 为什么船上会比较好呢 因为船上的鱼 他们已经打了很多尾鱼 都放在冷冻库里面 对不对 他们就要去冷冻库里面 去拿鱼 拿吃的东西 所以他食物比较多一点 但是 我要讲的是 都要经过 一打开冷冻库 就经过船长的尸体 就船长尸体没有处理 就在那边 我从来 我就是一直记着这个 所以 我又是怕会忘记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这件事情 虽然船上的东西 生活的也很好 可是 每一个人都要打开来 经过 看到船长这样子 看到船长的那个 那不是会浮臭吗 很难过 冰库嘛 冰库 那是鱼啊 冰库 把它放在一起啊 放在一起嘛 那你要放在哪里 它是烂 会烂掉 所以 这个moment 这个图画我是不会忘记 我相信沈日章也是不会忘记的嘛 我觉得 吃的好 可是 他去拿东西的时候都要进入 这是他们的痛苦 对 那你那时候看到那个尸体 你不是也是说 我一定会把你 你还跟他拜拜啊 什么东西的 沈日章 就是说很 很 很难过的一个 那 问题是什么 你要问我说他们到了 到了海 到了岸上 就是说他在海上 跌写那段 沈仙刚 跟我们建构过了嘛 那后来被 等于说也是囚禁了 一年三个月 因为在船上自己熟悉的地方 如果也有 正常的这个作息跟饮食的话 那 还可以过 只是一个阴影 因为我还不 先前还不知道说 船长的尸体竟然是 跟渔户关在一起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他们的这个剧情如何发展 接下来 你说 那接下来 因为 我们当初在 船上的时候 遗货还在 船还在 老板最主要是他的财产还在 所以说他老板那段时间他有 尽心尽力的想要 想要的时候把船输回去 老板 他老板是 是 准备 他是要把那些遗货跟船拿回去 他基本上 我们的话 人质他不关心 他只关心他的财产 到时候我们一年三个月 海毛一断掉 然后船被他 打到他们的沙滩上去 以后也坏掉 船也坏掉 那段时间那些人都没有管 对 老板就是这样的 那不理我们 当初 还在 船在 的时候老板还有跟海盗的时候 一谈判都有 那个时候 还不会苦 因为 有在谈判 有在谈判的话 海盗基本上都不会 打我们 到最后船没有了 老板 就把我们 一扔掉了 扔掉 我们就被海盗 抓到他们 索马利亚 陆地上去 他们 整个索马利亚 都是 沙漠 那 那段时间 最苦了 老板 也没有了 台湾政府 我打电话给他 台湾政府就说 外交部就跟我說 要属你回去 是你自己不回去 我会感觉说 很无奈了 台湾政府也是 处理事情 这样子 那个有你们打电话吗 海盗的时候 他会用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 要舰 所以要你联络上 海盗就会 用他们的手机 然后 给我打电话 所有的国家的 政府都不理 只有台湾政府 我手机 一打的话 台湾在这边 一响就 有人接 有人接 我就晓得 有人离 还有一点点 希望 到最后 谈到最后 晓得 一点希望都没有 我们 我们在 我们在山上 做恐怖的时候 海盗把我们 关在有没有 一个有没有 小丧屋里面 所有的人都 关进去 那关进去的时候 海盗就跟我们讲 在没有人离 就是有没有 他山姑姑这样子 翻来就下面一个洞 他说我用 一火箭筒 从上面 打下去 整个山头 埋的时候 那下来 全部都是 就说他也不怕你们跑 感觉就像关动物一样把你们关到那个小山头里面 那怎么过 这个像是这个 算是鲁冰逊 飘鱼劑 不是 鲁冰逊 喝啊 怎么弄啊 我 比什么鲁冰逊 飘鱼劑 还长 没有放吃了 就不给饭了 就不给吃了 长饭 失败 三天三月 没有换啊 没有水 什么都没有了 好 张姐你帮我们建构一下 因为你老记者 像 沈仙他们 电话可以打出去 当然 那个 海盗他们当然是要他们联络上 联络上他们才有钱 才能够中间谈判 我们外交部 电话也接了 对不对 不要 我们的外交部电话也接了 这中间 可能出现什么样的落差 外交 所有的 他所有的这些 人质 只有中华民国的电话 只有人接的 但是呢 因为别人柬埔赛 什么越南 根本中国大陆 可能都没有 没有人接的 没有人接 就他说有一点希望 但是我 我书上也讲得很清楚 中华民国政府有四点不救 他的原因 摆明了不救的 给他的那个 那个时候的行政院长是谁啊 张胜珍 张胜珍 OK 第一 他是别的国家的船 你为什么要去注册别的国家船 你漏税货 你怎样怎样的 你说我干嘛要救一个什么 那个什么国家 那个 阿曼 对阿曼 阿曼 阿曼的国籍的船 虽然是洪高雄 洪高雄不理他了 那阿曼船 另外 联合国有个反恐的一个宣言全世界都知道 不与恐怖分子打交道 你就不能够跟他打交道 这是有四点了 那 所以 为什么不救他呢 就是这个样子 后来是 后来是 英国人 是不是那两个上校 看到 他们海盗把这些所有的救啊 你们要救啊 说这些骗子啊 很早就两年后的时候就开始 发一些 那个骗子 求救的骗子 发到 联合国 是不是 然后联合国就让一些 有一个组织叫做海洋 海盗的组织嘛 就说那两个英国人 海洋的组织的一个member 看到他们就开始 开始插手要做这些事情 出于资源也没有人要管他们 大陆人也都看了这个片子 是联合国 是不是送到联合国的一个片子 看到了 才开始动 才开始动起来 好 沈仙你先跟我们建构一下 就是说那艘船里面 几个台湾人 两个台湾人嘛 船长 逼一个人上来就被他打退 就是你一个台湾人了 还有哪些组成 还有 中国大陆 越南 缅甸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一巴国年轻的 好 那我们这个管道其实是畅通的 可是张姐刚跟我们讲 就是说基于 莫名其妙的 比人命还重要的那些 匡匡条匡匡 以至于电话通 但没用 对不对 那其他人他们怎么 怎么求援的呢 至少中国大陆 内咖 对不对 那位先生 他是不是有用其他的办法 你刚讲 张姐有跟我们建构 后来联合国也拍了这个片子 然后其他的 也有一些露出 所以大家可能会 争相 知道这个讯息以后 争相想要救援 这中间这个过程呢 中间这个过程 差不多 一年多 基本上都没有人理 没有人理 我也有打电话 回去跟我 老婆讲 我老婆也 跟我讲得很无奈 哭给我听 他有找我们台湾 对不对 立法委员 南部也有找 都有找 更可恥的是什么 台湾的 立法委员 南部的 立法委员 我现在就是 讲他们最可恥 怎么说 因为洪高雄是南部的立法委员 都在那里 10天晚上 你说洪高雄 他所属的是南部的 南部的 高雄 对 他名字也加多 叫洪高雄 那你一定家人 透过展展去找 高雄的立法委员 不理 找了 三个 都不理 我也是罪财 我也是 一民进党员 我是认为说 民进党员 那个时候 马云九时代 比较有用 结果我老婆跟我讲了这些话 我都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我就跟我老婆讲这话 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没有回去了 那一天 我老婆在 电话中里面 听到的时候 一直哭 我就跟他讲 安慰他 我老婆 我老婆也晓得 台湾 那这边 不晓得洪高雄也好 政府也好 要把我 那赎回来 我老婆 也知道这种 信息 他跟我说 你回来嘛 我就跟他讲 我是绝对不能走 我如果 没有走 我能走了之后 你我两个女儿哭而已 我如果一走 他们死掉 后面人家三百多个人 最少有 一三百多个人 会哭 因为人家都 年轻人 也有老婆 也有孩子 也有父母亲 所以说我在这边讲 我没有什么 很伟大 我是什么 英雄 我绝对没有英雄 那一批年轻人 才是我的 心里上 一桌子 我一直 说 一坚持 船长死了那天 第三天 我去抱他的尸体 我就跟他讲 你绝对要 保佑我 我如果不死 我绝对会把所有的船员 带回来 我就是 看到 那些人 那么年轻 我生活一个 台湾人 我跟你说 我能走 我就走 我是老婆子 人家 年轻人 在那种时候 喊地 地不厌 喊天 教天天不灵 掉地地不厌 政府也不管了 政府也跟我说 沈先生 政府很污奈 意思就是跟我说 要救你回去是你自己不回去的 但是那种事 我不能回去 是几条人命 在我的手里 我 一回去 人家都死 是我害死他 张姐 这个我听不太懂 就是说 经历一个过程是 我们政府后来是 有这个管道 有这个能力 要把他救出来吗 只有其他人不能走吗 所以 沈先生不愿意走吗 还是说其他的 没有他是说 他有赎金 有人 台湾有善心人士给他钱 好这段故事 你要帮我们建构一下 张姐来 你从你这边来 他有两次 对不对 有两次 一次是20万 一次多少钱 就是说你可以 你可以走 你可以走 你三天以后就可以走 他后来就看到 有一些船员 有一个船员 看着他好替他高兴 好高兴 后来 就看到有船员在那流眼泪 因为他们知道 他是他们的希望 对 后来谁出钱 谁出钱 是中间不是我们政府不愿意救吗 中间的过程 要帮我们建构一下 有一些人 那这些人 其中有一个是 李传宏 维哥的老板 李传宏 他有他有谢谢他们的 当然还有 可能一贯道也有一些钱 但是有些这些钱 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一的说是谁给了多少钱 他到底他们自己的价钱是多少 本来看价1800万 那个中间不是这个管道好联系吗 他们中间我们是不是跳到跳过太多的程序没有讲 就说 没有他们 对 中间 对 中间为什么说 他太太因为他是最早去到民进党 找很多党员 对不对 民进拿 然后 跑到 跑到 其实就是没有人管他 对 我们刚刚是讲到这里 我们要低调 全部要他们低调 我其实就是低调害的嘛 结果后来 后来 后来维格他知道嘛 是不是 维格他知道 那维格的关系很好 OK 他有钱嘛 那他也后来就 维格 我不能说 我不能说谁谁谁谁 很多人给他那些钱就是蛮多的嘛 蛮多的 蛮多的钱 但是这个钱 交给谁 你不能够把他直升机这样掉下来 对对对 对对对 那么就是就是这个海洋无海盗这个组织 是不是 然后他们就可以比较有一些有一些关系了嘛 那个意思吗 那么 可以接上头 可以接上头了 可以接上头 他因为他们是第三拖 很多他很他已经救了 前面已经救了两拖了 他第三拖 所以那个海盗跟他们都很都已经有信用 你要认识 你要晓得你才能够给哪一个 你给错了还糟糕 就那个无海盗组织 已经是有经验专门救援的 前面已经救了两拖了 他们是第三拖 他们就相信他 你要你要这个钱 他们很有技术的 不能给他们太多 不能给他怎样 不行 也不行 不给也不行的嘛 那个意思吗 所以他知道给多少 然后给哪一个人 他们互相都各有三头的 这一拖是谁抓的 还有这个给他 对 因为他们就算有一次要放人的时候 中间还被另外一堆海盗抢了 但是他们这个比较强 就打过了那个 他们在车上要去机场的时候 还有这样子 对啊 对啊 抢来抢 他们是一个肉票 他们是钱 他们职业的 职业是做海盗的 全国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鹤立山头啦 你还要找对路子 对对对 那后来有跳出蔡振元这个角色 是如何呢 OK 张姐讲 张姐讲 因为你在台湾嘛 你比较了解 我们不说这个事情是蔡振元干了什么 蔡振元也干过好事嘛 对 但是因为蔡振元他 他有一个组织 因为我们 后来为什么老公也参了一咖了嘛 他们做的这个南方航空啊 回广州 后来他有些些一个叫做王小兵的 海协会的一些人都参与了嘛 我就说是大陆人的国际关系 OK 那么台湾人的钱 你要有一个英国人的技术 我问的是蔡振元的角色 蔡振元他是国民党的 对不对 不是他中间扮演什么救援的角色 或是出现真理性的角色 他有一个组织 蔡振元 他是他 后来他 他有一个叫做 我是说两岸的大人不讲话了 小朋友们呢 就是海协会 这些小组织呢 蔡振元有个组织叫做 两岸人民服务中心 是不是 对 两岸人民服务中心 就办这些所事情 这总要是什么婚姻啦 什么东西啦 这个组织 有一个叫做 李俊敏 有一个叫李俊敏 他是要我们 要大家不要说 我就不喜欢低调 他就是一个好人 但是他是under 蔡振元这个组织的一个 工作人员 所以呢 他就跑到大陆去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 这个李俊敏 后来跟王小兵海协会 他们都联络上 为什么牵动两岸关系 如果说我们自己有人 善心人是愿意出钱 然后呢 我 如果善心人是愿意出钱的话 我们直接联络 五海道组织 我们厘清了这个门路之后 我们的谈判 终结之后 我们把钱送过去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人救出来 这中间为什么牵动两岸关系呢 需要有个蔡振元 这样子 那个没有 那个最主要就是 谁 我老婆嘛 我老婆在台湾 找到都是什么 什么关系都找了 都没有办法 不理你 然后我老婆也找立委 也找台湾政府 都没有办法嘛 然后我老婆 我回来是我老婆跟我说 我老婆她 她有在电视看到有没有 菲律宾 菲律宾那个什么名字被 计划委员好几个都没有用 基隆的也是没有用 才去找蔡振元 跟蔡振元叫她帮忙 蔡振元才那个时候 才的时候那开始一插手帮忙 他们插手帮忙已经 我们已经被关了两年多了 那快要三年 这中间又到了一年了 中间我们是一年多是很苦 寒天 对寒天 对寒天 有动你们吗 动也是会动 就给你 有没有手这样的反绑 绑向 对不对 一株一样 这样子 那没有办法这样的呼吸 这样 我们年轻人 我们团上年轻人 很多人都被绑都被打 我一直要求 海盗说 你觉得我们在绑下去 绑下去他会死啊 所以我海盗啊 我就那么大了 求他们海盗去把他送 这样子我真的没有话说 没有办法 才去找大陆的李静 就说陷入一个困境里面 那就只好找强国出来 他不撩你 后来张姐 接连王晓斌这个角色呢 王晓斌这个角色 我觉得很棒 OK 他后来这个王晓斌呢 因为 我就说他是国际关系嘛 那大家都了解是什么嘛 对国际关系 那么 因为这样 他们就后来 那个两个英国人开飞机 他们到肯亚 把索马尼亚去 把他们带到肯亚去 带到肯亚以后呢 王晓斌接手 那是吗 他那个时候 台湾的那时候 他还说 但你现在要活着 台湾的这个有个周扣长 跟他每次通话 就鼓励他 你要活着 你要活着 他当然是心里还有这个要活着的意念 但是 他就不能死啊 死了吗 便宜了红高雄 都有一种 一种 在那边 后来就 他说你到了肯亚会看到我们的人 会去见面 当然他以为是台湾的人嘛 对 所以他下到肯亚的这个飞机场以后 他就到处找呢 就找台湾的人 是只有他一个还是所有的 所以你就说要走一起走嘛 对不对 OK好 一起他才出来嘛 然后他就看不到台湾的人嘛 看不到我们的人 他就看到一个 胖胖的 小胖的 那就是王晓斌 王晓斌就说 他是王晓斌 给你一个名片嘛 他是第一次见到他 那王晓斌就 他就跟着王晓斌走 他跟王晓斌晚上还有吃饭啊什么的 大陆在肯亚在有工程的嘛 那个什么什么市场啊 不知道什么工程 吃饭的时候呢 也就跟他讲说 他才知道就是说 台湾没有人来 他还跟王晓斌说 等一下如果有台湾的人要来 我要跟他们走 那他就一直在吃饭一讲 后来晚上就睡到他们的宿舍 一早就 一早他说你就跟着我来 这太太已经在白银机上等你 这个叫做厉害嘛 那你不要讲话了嘛 那东西是嘛 他就跟他 而且 就是你已经被蒙了几年了 能够先把人全体弄到肯亚去 对不对 能够过回人的生活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对 然后又把人接到中国大陆去了 然后家属可以来了 就是一个飞机过来嘛 南方航空 他们全部上南方航空 对不对 然后他下着去 看到他太太 那真的真的 那你还在谈什么两岸关系 你恨人家干嘛呀 那他已经蒙得要死了 他感谢都来不及 不是吗 所以张姐我们整理一下 前是我们台湾人出的 李传宏啊 还有等等 那中间也多亏了蔡振元 虽然我们政府没救 但蔡振元他至少中间穿梭 还有他的助理 对不对 然后 推不动的时候 就要靠中国大陆 那个王小斌先生 对对 他出来 而且他也确实把你们救出来了 可以这么说 对 那所以你们那时候觉得 陈先生你开始觉得有一线生机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我开始一线生机的时候 是差不多三年多了 差不多过了三年多了 然后海盗跟我讲说有一个什么 义乌什么恩那个要没有联合国那个组织嘛 乌海盗组织嘛 不是联合国的 联合国下面的组织 对 然后他们联合国他们有送给我们了茅坛嘛 茅坛什么 然后他有写 我叫菲律宾的欢迎 欢迎给我听 菲律宾的欢迎给我听说这个是联合国 我就晓得说我们有希望 就联合国救援组织来了 对 我是当初我是认为说什么红十字 红十字我们台湾红十字会才有办法去找到联合国 我到肯尼亚的时候 我还不晓得说什么李传龙他们把我救回来 我到肯尼亚的时候我还是认为说 联合国跟我们台湾红十字会 那组织把我救回来 我到从广州做飞机要来台湾 李传龙在飞机场在大陆飞机场那边接我回来 我当初的时候我听他讲 他跟我说是他们的时候出拳出力把我回来 我当初真的很感动 我看到马上就回到一场 就是收到地上 我没有帮我的时候 那踏起来 我到现在我心里 开的时候真的很埋怨台湾生活 我正要问你就是说 是六条人民 你可以不吻不吻 不吻不吻来给一个民间机构的出拳机 但是他会觉得说这船上有不同国籍的人 第二个他会觉得说这个船东虽然是我们的人 洪高雄 但是这个船的国籍应该是阿曼的 会不会还有根本就是能力的问题 种种原因 所以你最埋怨政府的 你后来也大概洞悉整个过程了 你觉得我们台湾政府是无情无义呢 还是无能 我是认为台湾真的无情无义无能 都有啊 你给他做嘛 船东是你是台湾人 你台湾政府真的哪里没有办法 我都不相信 他一个公司在高雄是很有名的 中日什么尾仪公司的副会长 你也认为我们台湾政府其实有很多管道 我们很多人力资源其实可以运用的 所以还加一个无心 这个无心就扮演很大的角色 因为你就晓得啊 洪高雄是高雄有钱人在台湾 遗传什么 势力那么好啊 我到现在我才想说你台湾政府 国民党也是也好的 民进党也是很烂啊 都怕这些财团 26条人命啊 连我27条人命 你把它放掉掉 阿平宴去保护一个财团 四年要将近五年的时间啊 我回来财产都已经拖完了 对 你看这个政府你看 我们看到了这几个画面 这个就是王小斌 这个就是你讲的看到你老婆的那一刻 然后你跪下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跟你老婆终于见面了 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很像电影情节 讲了一个外国人 他这中间应该就是组织 中间负责营救的 对对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传奇人物 这个传奇人物 我基本上我都不知道了 我们是 是他们是透过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把我们救回来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人子哪位台湾也不可能给我们知道了 但依然有这个人物存在 因为我到最后被洪高雄他们认的时候 我又打电话回来 我老婆有跟我说 什么英国的一个海洋 无海的 我基本上这个 我是没有读书 我怎么会晓得什么组组组组组 我都不知道了 这些事情我到回来我才会晓得 也不是回来 我待会 我在有没有 索马利亚他们飞机场 这个组织联络过我 他派飞机的时候 去把我的时候救回来 这个谁 这个英国人 这个英国人 史蒂德 我当初是坐飞机坐在最后面 史蒂德一上去我就以为他在找谁 他在找我 他看到我把我的手一直拉 一直握 这样子他一直喊 因为他最清楚了 我们这边的状况 而且那边要跟谁接头 其实张姐 你跑过这个世界各国这么多地方 像总有一个电影情节的 这样一个英国人存在 他必须要很知道海盗的组织 他跟他们的现况 这个环节 如果他愿意讲的话 那个才是精彩 你说这个 你说三头跟三头之间 还要互相抢肉票 对不对 他要搞定这些 对不对 他要摸门摸路的 人家是 我觉得他是生活 他们他不是去 他们没有什么政治概念 但是他是生活 我就是爱人 我不恨人 我是救人 那时候你台湾人谁 我也不知道 管你是不是台湾人 你是大陆人 我还是去救你 管你什么党不党的 对不对 所以后来我慢慢慢慢从他生活上 从他这个从沈瑞章这个人 我看到一个生命的变化 他自己也慢慢的学会 那个时候蔡英文跟马英九在选总统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是在海 在海盗下面嘛 在海盗的那个陆地上 就说嘛 你啊 他听广告他还听不懂 那是英文的 所以那个贝利便人就说什么 他就说 台湾No.1 Mis Mis 他说哦 蔡英文当选了 Mis 然后 2016 你们说2013很像跌血嘛 对对对 然后一直被压一天多天 2016 那一天晚上的时候 这个精彩 那一天晚上的时候 他们海盗嘛 一直一直在听广播 听到说蔡英文已经潜上了 然后他叫 菲律宾的还去给我听 然后我菲律宾的 就跟我说台湾Mis Mis 我就晓得 蔡英文 Mis 对啊 那想象 我当初的时候很高兴 我说啊 终于有一个啊 对啊 那台湾的时候 沈天 你一准 已经是 这样啊 你已经是 过着人不如像人的生活 我还是很高兴 然后又插进来一个广播 这也是很离奇的 当你还听到蔡英文都写 我的心还是一样 很高兴 我说哇 民进党真的很棒 但是不晓得 回来整个社会 整个社会都不一样 是 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说 蔡英文 不是那时候蔡英文当选 就买走政府 你社会对于他们当选 因为我们在国内讨论的 非常的广泛 然后连带的去 去讲各式各样的这个案例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总结了 你对于我们那时候 台湾政府的他的救援 141 22 我们如果还原的话 他到底哪边出了问题 因为不止你们这一烧 你知道 这个真的被当成人职 或被掳获的非常多 我们有好多个案子 所以也给这个我们现在的政府参考 因为现在这些事情还是没有终结 还是没有终结 对不对 因为你求助于民进党的那几个立委 不过就是叫你们低调 是他自己低调吧 低调不作为 是不是 对 对 我 因为我的时候一感觉 很现实 就是我们跟我们的船比较没保障 对 就是这个谁要负责 你政府要负责嘛 对不对 你政府都是偏袒这些嘛 一传东嘛 你根本的时候对啊 不拔的时候对不对 这些什么菲律宾移民 甚至这些人 像我们啊 台湾人啊 他都不把你的时候换在园里啊 我回来的时候很奇怪啊 我去什么 一夜俗啊 跟他们谈了 开始了 他们都晓得啊 完结出在哪里 他们都比我们更清楚更厉害 他们也说啊 碰到船东他就暖了 没有人敢插手 我就是表示啊 这个台湾这个政府 都是偏袒这些人 他叫你让一下 有没有 协调会的时候 还有啊 我去高雄开协调会啊 当时的时候是谁 当时是行政院发言人 徐国勇 徐国勇 叫我去高雄老公去 开协调会 已经政长轮替了 叫我去开协调会 结果陈起当市长的时候 劳攻击那个协调人 一看到我说 沈先生你要让步 我整个跑路的时候啊 空白 整个都刮满 叫我开协调会啊 要让的的时候 洪高雄啊 叫我说要让步 他不讲说船东要让步 第一个讲啊 就是要 让步什么内容 就是说我的薪水 船员的薪水啊 你们都要让步 就是后续你们历节归来以后 有关于一些愚言的事情 对对 叫你们让步 让船东做主就对了 听船东的 嗯 那代表船东在当地 可能有选票的影响力 对啊 就是 我还在开协调会 协调人坐在那边 嗯 船东跟我说话的时候 他什么 录音机哦 给我关掉了 船东跟我讲 洪高雄 当场跟我讲 他不认识我 嗯 他不认识我 他来跟我开协调会 那台队 台队说啊 跟我讲 你要领薪水 你去跟海大领 你看 又拿这个话来怦怦你 怦怦我 怦怦啊 高雄协调后 那个人啊 那录音只能消曰掉 你看有没有可恶啊 是 这个 神仙 历节归来 你等于说获得一个新生嘛 你可不能为你的医生下个注 substantial 尤其是经历过这个事情 你的医生很传奇 我 我就是 医生 我到现在也是一样啊 还在跑船 嗯 我对我印尼的船员都是很好 我想说我到一生里是走到现在来 也没有办法去帮忙别人的 立法院侵察院什么都跑过也是没有 也没有办法 我们只是一个小到晚信 你要说要有什么能力 我还是说我自己一生只要 可以的时候活动 我还会跑船 我不要给我女儿我老婆的时候 为了什么家庭经济关系来的时候 烦恼就好了 好最后张贵月张姐 你帮我们下个结论吧 因为写海变这本书 说实在的就像记录一个 许多人认为是电影情节的一个章节 所以你记录的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刚才也听了这个故事 你认为你这本书会留下什么 我是觉得我希望大家看了这本书以后 不要存恨在心里面 谁让刚忘了提醒我认为她后来 她后来有一次也跟我提她不恨大家的 她不恨所有的 她是管理政府什么东西 但我们 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 这个关系跟世界的关系 我觉得我们要 要有原谅吧 要有原谅有反省 也不要恨我 你恨爆恨没有意思的了 从她身上我看到这个 现在海上的猖獗程度 跟你们那时候相比 有过这而无不及吗 还是说已经风平浪静了 因为我们在国内很少 已经几乎没有在追踪 类似的这个议题了 因为我晓得嘛 经过我们这件事情之后 一夜属有开放 我们台湾人可以到那边 有没有 私立南海那边 雍兵他们可以雇三个雍兵 他船上有两支冲锋枪的 一部一部枪 有配备武器的 自从我们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一夜属就有开放 有开放可是 还是有啦 一夜属还是有 一进步啦 他慢慢在一个时候进步了 那后来也没有发生 比你们这个更剧烈的 这个后续的一切世界吗 我就说那不知道 就没有琢磨了 至少有武器 但虽然三个人 如果还是有海盗事件 很难敌 对方十几个人 但是至少求个心安 但是要花成本的 对吧 对 那跟您求证一下 当时候媒体 飞飞扬狼在报导 马英九他妹妹的小孩 曾经扮演一个原旧的角色 讲得多么神勇 多么离奇 是有这号人物吗 还是我的那些简报 可以丢掉了 而因为这个事情 好像马英九当时候执政 其实是救援不力的 就后来变成翻转成为 好像他们家族 对你们有救命之恩的感觉 这不同的情节 因为这件事情 我当我回来的时候 李静明他们 李传宏他们 甚至我老婆 我哥哥他们 从来都没有跟我提过 没有这件事 马英九他们这件事情 他们都 我老婆跟我哥哥 他们都有协调 为什么他们都有去 代表我们的交属去 他们都 最感激的就是李静明 跟李长龙 从来都没有跟我谈过 有啊 那马英九 那这件事情 OK好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访到 海变这本书的作者张桂月 那以及 沈瑞璋先生 他现身说法 那在这个整个故事情节里面 我觉得当时候 很紧张 的确很紧张 不晓得人命 是不是能够保住 能够让他们活着回来 但是现在回头 听听这些故事 我还是觉得 非常的惊魂 然后惊魂 那某种程度 改写一个人的人生 而这个人生呢 经历过那个 1600多个日子 他算是 重生 历劫归来之后 又是一个 活生生的一条性命 而且是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人生的开展 今天谢谢两位 然后我们跟观众朋友 说再见了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欢迎您持续锁定 郑传媒的新闻部情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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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